請歡迎柯文哲柯市長 來到了我們的現場 才剛就定位 準備接受媒體訪問 沒想到下一秒 柯文哲 不要再動動 柯文哲 一看到柯文哲 獨派人士立刻丟出紅色拖鞋 大聲咆哮 一旁隨乎趕緊衝出來壓制 讓柯文哲瞬間抖了一下 反應夠快嗎 可以的 有嚇到嗎 還好 因為他不 司空見慣 看似輕鬆回應 但已經讓周邊幕僚不敢大意 明明就是來北車防災演習 沒想到真實閒上演 也讓演練更繃緊神經 不要緊張啊 不要緊張啊 再加上演一刀啦 歹徒挾持民眾現場一陣驚慌 台北車站聯合防災演練 現場宛如真實場面 為了危安演練再演練 連總統蔡英文將出席 北投三軍六校聯合畢業典禮 雖怕惹爭議縮小偽安範圍 但巨馬依舊少不了 難道就不擔心又再傷害蔡英文形象天賢系 人民還是有承抗的權利啦 但是人家三軍六校聯合畢業典禮 還是要當作一種人家慶典或喜事 真的去鬧場我覺得還是不太恰當 危安還是有分中衛區跟內衛區啦 中衛區我們還是會做好 不過最後整個計畫的統籌 還是國安局在負責任 對於危安不讓步高度警戒 畢竟柯文哲自己才剛盡力被丟協抗議 面對承抗平凡 當然說什麼都不能等閒是之 歡迎新聞江顯東呂家衡台北報導 好